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最后它可能会变成像大海那么沉重的恶业 在嬉笑着很轻松的状态下造作的恶业 未来的果报可能是我们承担不起的 所以一开始呢 老师就说滴水之恶不可清 小恶是不可以清乎的 为什么小恶是不可以清乎的呢 大家可以放眼去观察一下 自己跟周围的人的人生 每个人生命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坎坷 那有些人的坎坷可能特别多 他可能长期生重病 他可能长期经济匮乏 他可能遇到有冤家长期的干扰他伤害他 各种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 但是注意哦 认真讲 这种命运里面的坎坷痛苦的遭遇呢 都是很微小的恶业所感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个恶业的业力再强一点呢 那应该是在恶趣领受他的果报才对啊 十善业的果报一定是善趣 十恶业的果报一定是恶趣啊 所以你现在在善趣可是你受到的这些苦 虽然对人类来讲是很大的果 但实际上那已经是业力很轻微的恶业 如果是业力再重一点的 标准的十恶业的话 他感果应该就是在地狱恶鬼出生哦 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些坎坷的遭遇 你可以说是过去遭过大的恶业 然后呢在恶趣已经受过了一手果 回到人间还有残留的业力 让自己继续受苦 但是那个就是很微小的业力哦 如果是稍微抢一点的业力的恶业感果的话 那一定是在恶趣领受的 那你想想看 在人间的这一些坎坷的遭遇 我们就已经受不了都不希望有了 那何况是恶趣领受的痛苦呢 所以微小的恶业绝对不可以轻忽 滴水之恶不可轻 那我们在修忏悔的时候 也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意哦 就是所有的恶业不论大小都要忏尽 那这个在无缘无悔老师前面的讲解里面 也常常提醒这一点 你在忏悔的时候 就要有这样一种决断的心意啊 所有的恶业 无死生死以来所有的恶业 很重的很可怕的固然要忏 最轻微的最细小的恶业 也都要忏 好 要有这样子的心意这样 就比如说 我们接下来是一生法会嘛 那都知道说 道次第的教授是很重视一之法的 可是你在实际的跟老师跟师父相处 在追随他们学习的过程 我自己的感受就很深啊 有的时候就是 似乎跟老师讲了一段开示 可是你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句子 关键的字没有听到 就没有把握到重点 会不会 这个就是小的恶业所感 小的不如法依止的业力 所感得的 好 所以乃至于讲说 大家都很在乎说 希望能够有机会亲自听到老师开示 希望能够多得到老师跟师父 直接的加持跟教导 但是 少部分人有这样的机会 很多人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不对 好 那 匮乏这样的机会 是不是也是恶业所感能 是哦 但是什么 小的不如法依止的恶业 好 如果是大的不如法依止的恶业 那根本就是 到恶趣去啊 根本就是很难遇到师长 所以就是刚刚讲的 滴水之恶不可亲 尤其是在依止法上面 任何自己觉得是有 微小过失的部分呢 都不要放过 要很认真的去忏悔 好 反过来讲呢 任何人自己你觉得在 依止法上面是可取的善行呢 是珍贵的进步呢 不管他多小 你都要努力的随起 把他增长广大 好 一样的是这种心情 好 那更何况呢 不但是小的恶业 他不但是不可以亲户呢 更可怕的是 他会增长广大 好 所以广论118也有讲 故如内生因果增长 诸外因果无能等者 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内在的相续 你种下一个叶种子 他将来赶果 这样子 从种子到赶果 那个增长广大的速度 跟你在外在的世界 种一个种子 长出一棵树 结一个果实 好 那内生因果的增长速度 要永远超过 外在因果的增长速度 超过无量无边很多 所以外在因果最快的例子 比如说 经典上面会说 有一种泥居陀树 种子比戒子还小 但它长成大树之后呢 可以覆盖五百辆车子 它的树荫可以覆盖五百辆车子 所以呢 外在的世界呢 那个从那么小的种子 长成那么大的树 这个增长速度是很快了吧 但是我们内心 造业赶果那个增长的速度呢 外在的因果是完全全比不上的 所以为什么 滴水之恶不可以轻忽呢 一方面它赶果的时候 就已经很可怕了 一方面呢 这样子的业其实是会增长广大的 所以呢 比如说 大家也听过嘛 虚大长者那个公案嘛 它当初耗尽家财 要帮佛陀建金色的时候呢 其实金色还没有开始盖 但是呢 因为它造业很阴重的关系呢 那它在天上的天宫就已经圆满了 那我们以前说过 经典里面讲 现在第四天王 它的宫殿有101层楼 非常的坚固 非常的庄严 那它也非常的引以为傲 它有这么殊胜的住所 可能层次比它高的天的住所 都没有它好 这样 但是呢 它得到这么殊胜的这个宫殿的原因是什么 91节以前它是一个附加子 它把它在城里的空房子 就提供出来 让过往的旅客 可以在里面过夜 就是这样一个赛行 91节当第四天王 然后它当第四天王的时候呢 都有非常殊胜的101层的宫殿 跟随着它这样 都是微小的夜会起极广大极广大的果 后面老人说 在嬉笑着很轻松的状态下 造作的恶业 这有种什么特征 如果你是嬉笑着很轻松的状态造恶业 第一个就是 你这个现行背后的见解 第一个 跟邪见 跟不信业果是相应的 好 所以你才会很嬉笑很轻松的造恶业 因为你觉得造恶业没什么嘛 对不对 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嘛 这就是不信业果的邪见 可是 一旦造业跟邪见相应的话 这个业就会变得很重的重业这样 然后 很嬉笑很轻松的状态 容不容易自作教他呢 或也会容易带动别人自作教他 好 所以有的时候 一些一群调皮的小男孩在一起 就很容易一起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 好 同样的 就很容易被人自作教他 那被人自作教他的时候呢 那业又会变重 业又会变重 所以才会说 在嬉笑着很轻松的状态下造作的恶业呢 未来的果报 是我们承担不起的 因为 嬉笑着很轻松的状态下造的恶业呢 往往都会变得非常的重 好 所以这个就叫做 滴水之恶 不可清 好 真的要小心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希望新生的部分啊 给你